老板竟然让我在网上黑我自己 第二天一上班大家都在议论昨晚的直播 同事跟我说 昨晚Z神牛逼惨了 上一人同时在线Z 一人狂虐五大王牌主播 一周你跟我过来一下 昨晚Z的直播你看了吗 不会吧你也是他粉丝 不我讨厌他 嗯 你去帮我写一篇抹黑他的文章 蛤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出去写吧 好吧 写这个太简单 老板已经写完了 这么快我看一下 嗯 你这写的什么东西啊 可可这些全是事实啊 你是在花财还是在抹黑他呢 怎么 不是什么呀这是 不是不会 怎么还没想到呢 那 你这 走 爸妈来了回家吃饭 再次遇见那个骂自己的男人 我 你这 啊 啊 今天下班给你找个晚上陪我去见一个人 晚上 啊 我们到底见谁啊 一个客户 客户 男的女的 男的 这个客户是开酒广告 他只喜欢喝酒玩游戏 陪酒的话我来 打游戏的话就看你了 你一个人吗 对啊 怎么了 我怕你 没关系 能欺负我夏末的人 还没出生呢 还没出生呢 好吧 你没事吧 他没事 你是屁 没错 当三个假MVP遇到真MVP 昨天突然接到老板的求救信息 救下老板后才发现欺负他的竟然是P 没错 我就是屁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打我 屁 他们是谁 这小子透气我 明明是你先调气我的好吧 屁哥调气你 那是看得起你 What 没错 你屁哥我是谁 我服第二剑机 蛤 你们 国服第二剑机 那我打你应该感到荣耀 小子 你是黄啊 知道我们是谁吗 他是KC战队 新服务M 新服务M 你还不知道吧 那个废物已经被龙踢出战队了 你说谁废物呢 所有就是他 还有你 不服事吧 不服就我们MVP来一局 MVP 任何联邦里面只有一个MVP MVP MVP 来老板 这3V3还参与了怎么办 小的就行 小的 小的 这4V4 大 ordered 这5 之前 那1 ц1 4 23 4 2 4 3 4 4 4 13 4 5 4 5 再次见客户,老板拿出了秘密武器 我带着老板和小萌,跟假MVP打了把3V3 结束后我才发现,小萌的数据竟然是0比0比0 你刚是在挂机吗? 没有啊,我一直在推塔呀 最后的水晶就是我打爆的 嗯,那好吧 老板不是说只要打赢就好了吗? 难道我理解错了吗? 没有,这确实是个推塔游戏 就为了一个冠军,你竟然证明对我吗? 四零,你竟然证明好吗? 你怎么把心理都证明好出来啊? 怎么样,怎么样 夏经理 什么意思? 我刚刚那个男人 哦,他儿啊,他是我哥 Kick先生就是我总经理的 你们俩的关系好像 不好是吧 四年前,SSI探计队只拿了第八名 从此以后他就心情那边 昨天跟P常合作,也送了他 哪都是为了接你的SSI? 没错 算了,我不提他了 下午就去见一个客户 又见客户? 又见客户? 男的女的? 男的啊,放心吧 我 没关系,你先出去吧 好吧 哎,我报告 他竟然击败了世界第一上单 夏老板,赞助战队的事 钱不是问题 但是我有个要求 你能做大厕所 什么要求? 你要把你们战队的一个人 给踢出去 谁? 你 可以 不可能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 这样吧 我找一个人跟你收了 如果你输了 你就把他给踢出去 时间 地点 我等会儿会缺了衣服的 你 你不行 他毕竟是最强上招 你不让我上 那谁来 小萌 嗯 这手法难道是时间区吗? 你到底是谁? 我啊,我叫小萌啊 你这手法 我哥叫的 你哥? 我哥啊,他叫小萌 他有一个位号叫做什么什么 黄 你们都是他 诶 你输了 你答应我的事啊 如果把这踢出对的话 几乎拿不到冠军 没关系 我已经想好了 就把这换成 地中 地中 老板竟然请职业选手 来教我玩联盟 老板,我们这去哪儿啊 S3要开始了 我约了U来跟你陪练 U 他不是已经退一了吗 是啊 不过我跟他关系挺好的 他一口就答应了 好吗 诶,怎么点牌啊 怎么啊 诶,我忘记加油了 诶,没事,打车去吧 正好可以用我之前 在植物宝搜 骑车特选免费领的骑车卡 打成能五折起 诶,你会都用这个加油 全国家用能七折起呢 每次加了百度能上四五十呢 平时啊,一块去吃各种大排火锅 还有三十七的优惠呢 那挺好的呀 我们走吧 U胖子 你下了你来了 跟我正义的说话 你让大咪就让大咪 两个不要紧张 我出去之后呢,就当一面微信工 照办的时候,你买三八用的 哦,那挺好,那挺好,那挺好 那,走吧 嗯,你还是拒绝了 兄弟,你怎么玩呢 你做还是副业吗 啊,今天是对吧 毕竟你不是职业的 这样我可以教你一些想细节 呃,solo吧 这样 跟段来接受 兄弟,不要紧张 我毕竟是职业的 你,拿不够我,不就有 是吗 兄弟,谁呢 啊 怎么啦 没这没看什么 啊 谁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